毕业不仅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 同时它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明天同学们将陆续地离开学校 踏上一条你们生命中新的旅程 人生重要的不是你做场上 而是努力的过程 在我看来青春就应该去遮探 即使到头来一身伤 也不是毫无收获的 起码等我老了 走不动路的时候 这段经历足够我躺在床上回忆一辈子了 为了早就让你赚过十万块钱 我们姐们几个不出马是不行了 那你不是怕臭吗 我更想要大钻戒啊 这小子给我哄出去 爸 叔叔 凭我成建业的女儿 有多少优秀的年轻人可以让你选 那你为什么就偏偏挑上 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穷小子呢 为了保证我们成家的利益 他就必须要签这份入赘合同 这次对我都侮辱 这份合同我是不会签的 我要自己干 我要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中国人 从今天起啊 工作室进入紧急状态 所有成员一律外出掌握 一起来结婚 圆梦海飘集体婚礼的奏案 已经做好了 平凡夫妻放飞梦想 用爱筑起包围 超感人 超公益 一经报道绝对是 是让人声泪俱下拍案的角决 我觉得你对公司管理方面 非常有想法 我叫震贤 欢迎加入腾达 把薪金托付给你 如果他介入我城市的话 你就可以帮他 我觉得你还是放弃成心吧 你给不了他想到什么 我和你不一样 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必须要努力 这不仅仅是我的梦想 也是我实现评论爱情的前提 成心要的只不过是当下的陪伴 陪伴 陪伴 那分手吧 姚可及这个项目暂时暂停 剽窃者就是白日盟工作室 告他咱不能受这窝闹气 就是没有水水所以才是诽谤啊 成建业不在了 成心的丫头片子不足为虑 我要做空城市 在一个月之内 让城市破产 合作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愉快